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上將星期二說 各國領導人不可錯過將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進展當作勝利 鄧福德說在伊拉克及序利亞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取得的進展尤其令人鼓舞 但他敦促美國民國保持針對伊斯蘭國組織的壓力 同時亦是中東及其他地方保持對基地組織的壓力 鄧福德在華盛頓附近舉行的打擊暴力極端組織國防部長會議上說 目前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或許就是尖尖自起 他說對目前進展威脅的誤解會使得政治領導人放棄暴力極端主義這個目標 去應付其他緊迫的挑戰 幾年來這樣的例子已經不少 我們經常放鬆壓力而他們則從整旗鼓更加暢絕 美國官員說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和其他恐怖組織取得很大進展 世界各地的恐怖襲擊數量和造成死亡人數連續三年持續下降 從2016年到2017年 伊斯蘭國組織本身發動的襲擊下降了23% 它製造的宣傳品也減少 鼎盛時期在伊拉克和敞利亞控制的地盤只剩下2% 聶哥 匪名 聶哥 聶哥 匪名 聶哥 匪名